然而比較多的族群是非小細胞肺癌 它的免疫治療的效果到底怎麼樣呢? 目前我們知道說,非小細胞肺癌還是要分不同的肺癌 比如說,非小細胞肺癌當中最常見的肺腺癌 它通常在肺部的中邊,女性比較耗包,而且通常跟抽菸沒有關係 另外有一群的非小細胞肺癌叫肺大細胞肺癌 它的特性就是長在肺部的表面,容易淋巴轉移跟器官轉移 而且它生長擴散速度會比肺腺癌要來得快 可是它有一種非小細胞肺癌跟抽菸有很大的關係 叫磷狀細胞的非小細胞肺癌 它的腫瘤基本上長在中間,而且長大速度雖然不快 但是它一下子可以長得很大,通常跟抽菸有關係 目前磷狀上的治療會把非小細胞肺癌當中分成磷狀的跟非磷狀 因為治療的情況不太一樣 非磷狀的又分成肺腺癌、大細胞肺癌跟其他癌 通常來講,非磷狀的肺癌當中通常EGFR突變 標寶治療突變的機率比較高 ARC突變的基因也比較高 通常可以用標寶治療的機會會比較高 磷狀細胞肺癌通常可以用的標寶治療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罕見 磷狀細胞肺癌一旦是網行,通常只能做化學治療 而且這20年來也都是化學治療 也沒有什麼新的療法被開發出來